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很火的这个90后 女辅警 说这个跟9个前领导上床 然后敲诈人400万人民币 现在被判了 说他敲诈勒索 然后他的父亲现在 发生了 反正说这个事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并不是他来敲诈 说这女孩19岁起 就跟很多领导一起上床了 江苏省法院日前 宣判一名90后女辅警 许燕 19岁起相继爬上9名中国官员的床 敲诈得手400多万人民币 该女辅警的父亲出面爆料 说相关的公务人员玩弄自己的女儿 这些钱是他们自愿给的青春损失费 这个事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一说 因为国内媒体现在 说这个事都说他是敲诈 我呢 反正这个事也看了 咱们中国社会是什么一个风气啊 咱们也都懂 我觉得这个事 咱得把事实说出来 你说这个女的敲不敲诈 19岁起就敲诈这些领导 那这些领导 到底是不是给的青春损失费 这个是关系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像法院判的那样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啊 也都 是吧 也都有一杆秤 嗯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呢 我也得说一说 要不完全就痛骂这个女的 是吧 我觉得也不对 也不对 这女孩我觉得19岁起啊 他就再不对 他也是受害者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事给大家读一下 那许月二父亲呢 以打零工为生啊 先介绍一下 他这父亲其实打零工为生 家庭条件不好 每天收入是人民币180元 他的妻子患有心脏病 每个月医药费是人民币700元 所以家庭非常困难的 他女儿以前学费啊 是借来的 借着钱来上学的 如今女儿成为阶下囚 被判了13年 被判13年 他出来以后都赌大岁了婴儿 法院判处13年有期徒刑 罚金是500万人民币 一共骗了400万 像是说敲诈400万 自己要罚500万 他父亲说心里不平衡 许燕的父亲说 女儿案件曝光之后 家里老 这个老人呢 才知道 整起事件 就是许燕背着他这个父母干的这些事情 妻子回想起2019年 3月曾经接到 时任海州分局副局长 刘姓男子电话 刘姓男当时用许燕的手机拨打的 许燕的母亲回忆 说当时海州分局副局长刘姓男子说我女儿怀孕了 他之前承诺会和他老婆离婚和我女儿结婚 许燕父亲说 但他说话不算数 耍我女儿 我女儿和他分手 天天去闹 但刘姓副局长落马前给了许燕人民币50万元 许燕父亲提到 女儿在法院庭审时候所有的家家属都没有去 一审辩护律师说 不让我们去 我问律师理由 律师告诉我们 他问过我女儿 女儿说不想见我们 等以后去监狱看看就行 我想他 心里很不好受 所以我觉得许燕方面 这个女儿啊 她也是受害人 所以我觉得咱作为公平一些啊 咱们 咱们都是看客 看人间这个百态 看人间这个 发生的一切 那我就让你看透 你也要看透这个世界 看透现在这个人间百态 所以许燕方面 我觉得有必要 也得替他 说一说 他现在的心情 和他家里两位老人的想法 人心也是肉长的 你是吧 设身处地 站在许燕这个方面 你也考虑考虑 我觉得他当初也 并不想和九个人 就这么发生关系 这个人呢 女孩子也天生 不是天生都想干这个 是一步一步被骗的 一步一步被骗 最后也是走到这一步 哎呀 所以有时候吧 这个 虽然刑 给他判了 但事件的真相 我觉得还是 咱们 通过这个小 小平台吧 咱们从 门缝里边稍微看一看 这女孩子的 遭遇过什么 她的经历 我觉得她也是受害人 被这些 领导吧 咱们也只是说 这帮领导吧 败类吧 反正都落马了吗 现在都在监狱里面 被欺骗了 被这帮已婚的男人欺骗了 那对于整体事件呢 许燕的父亲呢 认为不能把屎盆子扣我女儿一个头一个人的头上 许燕的父亲强调 他们都是公职人员 他们不欺负我女儿 他们给我女儿钱 他们不该欺负我女儿 他们给我女儿钱 是资源给的 怎么能说敲诈呢 如果说我女儿敲诈 为什么她当时不报警 他们有人就是警察 我女儿从没有她从她口袋里掏钱 抢钱 作为公职人员 他们欺负我女儿 玩弄我女儿 犯错的是他们 许燕父亲说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啊 在这替许燕父亲 把她想说的说出来 我觉得她说的东西在里 你好好也想想 为什么不报警啊 有人敲诈你 你不去报警 那是敲诈吗 那说的在里 说的在里 许燕父亲说 女儿入狱之后啊 继续上诉 现在不知道案件进展 希望相关部门公平处理 我现在没有脸见人了 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周围的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他们当面不会和我谈 我心里压力很大 我看到这个采访啊 我觉得这个许燕父亲说的是实话 谁也不像自己女儿这个丑 这个丑闻出去 这女儿以后怎么嫁人呢 九个领导 哪有一个娶她的 都是玩弄一下 就玩弄女人吗 玩弄女子 19岁起啊 我觉得这个许燕 19岁时候可能啊 还真心想嫁一个人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以后 都这么欺骗我 都是跟我保持一下这个性关系 给我一些钱 然后就打发了 我觉得许燕儿逐渐的这心态 也变成一个什么了 变成她后面自己最讨厌的一个人的样子 这个心态就不是以前少女的心态 甚至连妇女的心态都不是 社会化了 就有一种什么呢 在人间就这么玩下去吧 可能就是这个心态 现在社会上啊 有一些女人吧 就是 怎么说呢 被骗以后或者被一些男人欺骗 被一些怎么说呢 不好的不好的人影响到了以后 她心态会变 她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些什么 真情啊 真爱啊 向前看了一切 所以呢 未来呢就是 反正我也这样子了 破罐破摔吧 那就 既然跟别人睡觉呢 我要一笔大钱 就为了家里边要钱吧 我也想劝劝那些其他女孩啊 你看到许燕这样 就这些领导 他这些钱 他绝不是好来的 这钱绝对不是他 靠劳动获得的 那早晚有一天要东窗事发 特别在中国 你记住啊 中国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很厉害 就在这 他不允许你贪官 不允许你贪官什么 可以长期的就是贪腐一方 你知道中国有贪官 有 但是中国的贪官 有个特点 他不可能长期霸占一方势力 长期下去 那这样就是什么 新来的会找前面 前任呢 他肯定有贪腐行为 给他拿掉 就是你只要贪 你绝对没有好的下场 绝对会被什么 秋后算账 所以你看这一点也是现有中国这个制度 相对来说我还能容忍 就你贪吧 你现在贪 有一天拉清单的时候 你早晚会下去 所以我现在劝其他的女孩子得知道中国这个特色 中国现有的这个制度 他就是这样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后面上来的肯定要解决前面那些 因为中国是什么 集权嘛 集权我不可能是什么 根据法律我把这个权力分散出去 一定是权力在我手 那在我手我心上的这个人怎么掌握这个权力 就要找你前任那些 已经有了权力这些人 找你的麻烦 把前面那些 拍 后浪拍到了 拍前浪把前浪拍到了沙滩上 其实这个呢 对咱老百姓反而 我觉得 也不是没有 是吧 没有好处 也有一定好处 就是让什么 让这些贪腐的人呢 他知道自己的代价 一定有这么一天 所以你看许燕这九个领导前任全全进去了 没有好结果 没有好结果 所以你啊 我现在现在劝其他女孩子 你也自己得想想 你如果像许燕这样 也想搞这种东西 最后的结果 另外呀 其实我想劝这个女儿 这个人间孩子是自有真情在的 别把这个 一个两个这个男人骗了你 就当成好像男人都是那样的 你看看我 是不是 我这也是男人 我之前遭受了一切 你看互联网上的帮人 对吧 也包括中国政府 海外媒体 也是 我说什么了 不也没啥吗 也挺委屈的 但也没啥 讲点实话 讲点实话 人家给你扣帽子 委屈受了 是吧 但你不要去怀疑中国 怀疑这个世界 甚至怀疑人生 你看我下面还有那帮粉丝 还有一帮人 愿意给我看我节目 愿意给我留言 说明我这个真心 真换了一帮朋友 说明什么 他们真信任我说的东西就是真的 因为只要啊 以心带心 我真心 对你的这个真心 咱们还是能成为朋友 人呐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一定有好的那一天 一定能碰到一个好人 我呢 也不能跟这个女孩说太多 跟这些女孩 人每个女孩 每个女孩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当然我总是说 人千万不要什么 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 千万不要什么 认为 一个两个 骗了你啊 特别是什么 领导 政府机关的 就认为这个政府不好了 人都不好了 男人都不好 不要这么想 人间自有真情在了 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的 哎呀 中国未来也是光明啊 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这就是我坚持下去 我做这个视频坚持下去 我也希望替中国这个底层的啊 你像这许燕的父亲 他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都是实话 所以咱们也听一听 所以很多事情很复杂的 我觉得怎么让社会变好吧 就咱们每个人呢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中国付出了真心 终有一天有回报 终有一天有回报 千万别对这个世界 对中国 对男人失去信心 我觉得许二很可怜啊 19岁啊就被人骗了 19岁啊 他是想结婚的 是想成个家的 哎呀 所以我也说啊 这男人里边 世界有败类的 特别像这种社会上这种男人 哎呀 人家还是领导 还是警察 是不是 还是手里拿着枪的 你能说什么呢 这种败类啊 我觉得处理的好 处理的越多越好 好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国现在社会开始公开报道这些东西 绝不护短 啊 你这帮警察你干着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媒体又给曝光 媒体就曝光你 不会因为你是什么啊 警察呀 是不是 党员呢 我们就护短 那中国社会以后成什么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有希望 中国天是亮的 也说我现在还能在这跟你说 说许二他父亲这些话 你也能听到 咱们把什么东西放在阳光下面 朗朗乾坤 没什么不能说的 许二这事呢 我觉得也就到这了 他也是受害者 许二父亲周边的一些朋友吧 我觉得也得体谅一下 家里困难 这女孩子本想嫁个好人 结果被骗了 有妇之夫啊 少碰 没离婚之前 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任何关系 都是在玩弄你们 都是在玩弄你们 好男人 是不会自己有了妻子还出去跟别人一起 发生性行为的 那不是好男人 这是最简单的标准 女孩子 真的你看我今天节目有一个女孩子 看懂了没上当 我就救了一个女孩子 你记住 想找好男人嫁 他如果有了妻子 没离婚 就跟你发生关系 想要跟你发生关系 这绝不是好男人 我是个男人啊 我告诉你实话 我告诉你我这个频道只要今天能救一个女孩 能让一个女孩 能让一个女孩少上当 我觉得都是好的 我这个频道没有白做 人间百态 咱们有时候吧 真的有时候得想想 有时候得想想这个世界 天是亮的 很好 天亮的 天亮的 好男人 我说是对 我说对 我说对 我说是对